對呀!對呀! 基隆港內整台橋式起重機 連根拔起向右傾倒 發出轟然巨響 民眾直擊驚嚇逃窜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更驚悚 人走開! 港邊工作人員今生尖叫 恐怖聲響伴隨政治焉塵 宛如驚天轟炸 14號下午一點多 基隆港邊傳出巨響 現場猶如災難片真實上演 嚇壞目擊民眾 原來當時大陸籍的 宇州起航輪載運中國貨櫃 訂購的新型喬世機進港 推撞到岸上自家舊的喬世機 直接將整座器械撞倒 20層樓高1000噸重的騎重機 瞬間倒下相當於200隻大象 直接砸向地面 連當時貨輪公司的船員都相當傻眼 船員也是一臉問號 全是因為基隆港設有鄰港制度 進港時會由專業的飲水人 協助操作傳播進港 想不到受託再運行的起重機進港 卻撞上這部民國105年 才開始使用的喬世機 價值高達3億還沒打算太換 卻被硬生生撞倒強迫喚心 當時上面並沒有人在注意 1000噸起重機猛砸 下方貨櫃倒成一片 被壓到迷迷冒冒一片狼藉 縮性無人傷亡 只是6年前才曾發生 吉隆港首次貨輪撞毀 喬世機的案件 想不到這回再度重演災難現場 記者朱丁榮接著採訪報導